请准备好语文书、铅笔和橡皮,我们要开始上课了。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五单元的第九课,我们一起读读课题。 九日月明 明是今天我们要认识的生字,我们一起拼读一下。 摸赢明二声明 我们再来读读课题。 九日月明 读完课题后,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我们听听学习伙伴的想法。 我发现日和月组成了明 是啊,日和月组成了明,那明是什么意思呢? 日是太阳,太阳是发光发亮的,我们看到的月亮也是明亮的, 所以我猜明是明亮的意思。 正如这位同学说的,明有明亮的意思。 明明的古人将日和月组合在一起,造出了明字,意思啊,取日月组合明亮之意。 像这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一句式里组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新意思的字,就叫会议字。 本课我们要读的大多是这样的字。 明的偏旁是日子旁,我们一起再来读读这个偏旁的名字。 日子旁,日子旁的字大多与太阳时间有关,后续我们会见到更多带有日子旁的字。 你们能给明组几个词语吗?我们一起来读读。 明亮,光明,明天。 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先听老师读一读这篇课文。 九,日月明,日月明,田立南,小大尖,小土尘,二人从,三人种,双木林,三木森,一人不成种,独木不成林,种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请你们也大声地朗读一下这篇课文吧。 注意,不认识的字,借助拼音朋友再读读。 如果都读准确了,就送自己一颗朗读信。 今天我们来学习前四句。 我们先来读读这两句。 日月明,田立南,小大尖,小土尘。 同学们,你们发现这里面的会议字了吗? 请你拿出铅笔,圈一圈这两句中的会议字吧。 我们听听学习伙伴圈了哪些字。 我圈了明,南,尖,成。 你们和他圈的一样吗? 是啊,除了明,南,尖,成,也都是会议字。 我们再来读读这三个字。 南,尖,成。 南,尖,成。 自己再试着读一读。 诶,那你们有好办法记住这三个字吗? 我们听听学习伙伴的想法吧。 我是这样记住南字的。 我知道在古代男人一般会在田地里卖粒干活, 所以我就记住了田和粒组合在一起, 就是男生的男。 我们来看一看古代的南字。 上面的部分像种的田地, 下面的部分像耕种用的工具, 慢慢地就演变成了今天的男。 我们结合了会议字的特点和各不见的意义, 就记住了这个字呢。 那,再来说说这两个字吧。 能记一记它们吗? 我是这样记住尖字的。 上面一个小字, 下面一个大字, 组合在一起就是尖。 我是这样记住尖字的。 我见过尖土, 一粒尖土很小, 尖字上面一个小, 下面一个土, 很小的土就是尖。 两位同学说的都很不错, 在字形上要注意, 这两个字, 上面的小为了必让下面的字都没有钩。 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尖。 你见过什么东西是尖的呢? 我知道笔尖, 笔尖就是上面细小, 下面大。 我们学过四季这篇课文, 里面的草芽就是尖尖的。 两位同学都是特别善于观察的同学。 是啊, 末端细小就为尖。 那再看看尖, 细微的土就是尖, 比如灰尘, 尖土, 粉尖。 看, 拼音朋友不见了, 我们再来读读吧。 日月明, 田立南, 小大尖, 小土尘。 好, 我们继续往后学习。 再来一起读读这两句。 二人从, 三人种, 双木林, 三木森。 你们能圈出这里面的会议字吗? 我们听听学习伙伴, 圈了哪些字? 我圈出的会议字是 从, 重, 林, 森。 你们和他圈的一样吗? 那你们就都圈对了。 诶, 看看这四个字, 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我发现从是由两个人组成的, 重是由三个人组成的, 林是由两个木组成的, 森是由三个木组成的。 这位同学观察的可真仔细呀。 那这四个字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先来看从。 从啊, 好像一个人在前面走, 一个人在后面跟着, 所以从有跟从的意思。 再来看看重。 重里面有三个人, 三在古代表示数量多, 重就表示有许多人。 比如我们可以组成群众, 听众, 观众, 这些词语呀, 都表示有很多人。 那再来读读这一句, 二人从三人柱。 再来看看这两个字。 成片的树木称为林, 更多更茂盛的树木称为森。 我们再来读读这一句, 双木林三木森。 拼朋友不见了, 我们听听学习伙伴的朗读吧。 这位同学朗读的字音很准确, 而且呀, 还做到了标点的停顿。 请你们也来读读这四句吧。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了解了会议字的特点。 老师这里还有三个会议字, 你们能猜猜他们都念什么吗? 并且说一说你的理由。 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是怎样猜的。 我猜第一个字是累, 因为左边一个三点水, 表示水, 右边的木是眼睛的意思, 从眼睛里流出的是泪水。 这位同学猜对了, 就是眼泪的泪, 看这个字多形象呀。 那这两个字呢? 我猜第二个字是修, 左边一个单人旁, 表示人的意思, 右边的木是树木, 一个人靠在树旁要休息。 我猜第三个字是歪, 上面一个不, 下面一个正, 不正就是歪。 这两位同学也都猜对了, 看来呀, 我们可以根据会议字的特点, 结合各部件的意思, 就猜出了这个字念什么, 后续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 认识更多的新字。 我们一起再来读读这三个字, 累, 修, 歪。 好了,孩子们, 我们课文啊, 先学到这儿, 我们来看看今天要写的两个汉字,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木, 林, 读完后, 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林是由两个木组成的, 当两个木在一起时, 它们都变窄了, 我还发现左边的木, 第四笔的那变成了点, 就是我们认识的木字旁。 这位同学观察的可真仔细呀, 是啊, 木是独体字, 林是合体字, 我们先来看木, 写木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我们听一听学习伙伴的想法。 木的树要写在树中线上, 撇和那要写书展。 大家都听清楚它的想法了吗? 诶, 那我们就一起写一写木吧。 好, 举起你的小手, 一笔横, 二笔竖, 三笔撇, 四笔纳。 同学们, 下面我们就写写木这个字吧。 注意纸笔和写字姿势。 我们要做到眼离书本一尺, 胸离桌边一拳, 手离笔尖一寸。 准备好了吗? 开始写吧。 我们来看一看, 这位同学写的木字。 我们听一听学习伙伴对它的评价吧。 他做到了木的第二笔竖, 写在树中线上, 如果撇和那写得舒展一些, 就更好了。 听了他的评价, 改一改, 我们再来看一看。 他做到了第二笔竖, 写在树中线上, 第三笔撇和第四笔那写得很舒展, 整个字写在了填字格的中间, 很端正, 我送他一朵写字花。 这位同学关注了字形和站格, 评价得特别好。 请同学们也来自己评价修改一下写的木字吧。 同学们, 我们再来看看林字。 林是我们本学期写的第一个左右结构的字。 那在写左右结构的字时, 我们要遵循这样的笔顺规则, 要从左到右。 要想把左右结构的字写好,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观察。 一看高低, 林字左低又稍高, 二看宽窄, 林字左窄又宽, 三看穿插避让, 左边的木字旁由那变成了点, 避让了右面的木字。 右面的木那笔撇要穿插到左面木字旁那笔点的下面。 你们会写了吗? 自己都试着写写吧。 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写的这个林字。 我们听听学习伙伴对他的评价。 他做到了左低又高, 左窄又宽, 如果写的再紧凑些就更好了。 听了他的评价, 修改一下, 我们再来看看。 诶, 你看他在写这个林字的时候, 就注意了穿插和避让呢。 那我们也送给他一朵写字花。 孩子们也来评价修改一下你写的林字吧。 同学们,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 同学们, 再见。 再见。